柯總長 柯總長 抱歉 柯總長 跟你無關 是院長 你現在對著我 你認為你是院長 我必須要跟你講 剛剛黃國昌在講的時候 是 你們講說 你尊重他 但你就變成不尊重我了 是 我就 你還沒搞清楚嘛 你不要才是我 你跳別人 我沒意見嘛 這你本來就是你院長 在朝野鞋上在主持嘛 你就說我耍你跳過去 你也給我按捺一下 那不是這樣說 違法處理的事情 都有問題的 這個是 讀書讀國理論 那就有問題 因為拜五也沒有報告事情 就要來執行 立法院昨晚來也不會答應你這個事情 這個坦白講 你們現在就是要開快車嘛 開快車就是 禮拜一嘛 禮拜一來執行 禮拜二來 來投票嘛 這個就是 就是你們這樣 畏濟民意嘛 你自己 現在要說幾百張 我現在當然講得很清楚嘛 這個 你來 從以前 這個 富裕安都是有 讓社會去冷靜 讓日外冷靜 讓社會來看這個事情 所以討論 這才是民主啦 曹巴爾呼籲當年是六 六月五號 二月六號提進來 2002月六號提進來 二月十九號 第七十三天才投票 你來 我只要講很多例子 都是 這個時間是因為很長的時間 院長請你喔 你直接聽一下 感謝感謝 非常感謝 我 我有在看你的眼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富裕安不是像 富文綺委員所講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 國會自主啊 這個 這個不尊重立法院啊 另外我要講的就是 黃河昌也跑掉了 所謂朝偉協商 我不會做人身攻擊 但是朝偉商 而不同的意見 不是人身攻擊 我講說 你這個 沒有見我常說 超過黃河昌就答應你 這個什麼是人身攻擊 這是不同意見啊 朝偉商 是可以大家講話 你在限制人身 也論自由 只能講說 這個是這樣 能不能論述嗎 這個黃河昌 根本 他現在跑掉 他不敢面對 我反而免事要跟他 直遊隊裡 差不多 一定百分之百也打掉 黃河昌請回來吧 黃河昌回來啦 別人選啦 拜託的啦 叫做比較好的 這是言論自由 我講的是大道理啊 你一定要拍手啊 接下來我們請民進黨黨團 請 我現在 先表示一下 剛剛黃河昌已經講四次 黨團 他是超級黨團是嗎 我講才 我現在還可以講第二次 剛才 所以 中年雄委員在抗議就是說 你明明就講好 我講完 是要講 換中年雄講 你就把他跳過去 跳給黃河昌 你在操作這個 這個不是說 他現在不是要講的理由裡面 吃到國民黨的 你要趕快叫黃河昌回答 你趕快叫黃河昌回答 這個明眼人一看就很清楚 院長我還是要講這樣的話 第二個 就是說 黃河昌剛剛講說一黨團 那就總不用黨團嘛 就不會有跳來跳去 一下黨團一下 一下個人跳來跳去 這遊戲規則要清楚 中間我會插話說 我和 我和 這個 副文綺 我在講的副文綺也神劇法插話 大家 這難免一定是彼此攻防嘛 那黃河昌講的 講的不對 我就是他說 等一下 所謂的這個快劇法是怎麼樣 請他不要走 請黃河昌不要走 好 我現在來講這個 我一個人講 我請問你做話哪一個秘書長 假如說 我們程序委員會收案的時間過去了 因為我們昨天 因為11號 禮拜一才來 才來到立法院 程序委員會就沒有開 禮拜三又沒有開 所以昨天禮拜三開了程序委員會 那超過 超過時間收案了 這個是不是要超的 寫張 我請問你認真回答這一題 可以 胡宗憲委員近日才是嗎 我先將來 莊玉雄已經點出來 這一點我們先離親 好 先回來 在程序委員裡 我們有收件的時間 所以我們醫師處不可能跟人排這個案在 所以昨天沒有排案 所以我當時也跟醫師處說明 不能提案 至於當天在開會 到底要不要處理 這不是我們醫師處裡面所能夠自會的 這個我講得很清楚 所以在當天早上來 我特別交代已經過那個時間了 不能醫師處 不能介入到裡面去 所以我想當天 我有跟處長特別說明過 那就是變成你們當天的程序委要怎麼去決定 不是我們幕僚所能夠介入的 所以我就特別要說明 羅民主長你講得很正確 你以來都是如此 超過時間要列案的 一定要超過時間統一才可以列進去 那昨天在胡宗憲主持的時候 我們有抗議 抗議說這個不行 要超過時間他就不管 這個 這個有 程序不正義 何來你現在很奇怪 我會說話 我們有抗議是你三個黨團無意 有啦 審法會有講 來啊 審法會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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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你不要講 欸 紅毛駱 報紙都有寫 審法會有講 紅毛駱 你不要講沒關係 我等一下講到你都說沒關係 只要你表情已經沒有 我說你等一下要博士我都沒有關係 你稍微插發一下我也覺得正常沒關係 我不會叫你到這個 你跟著叫 好 那第一點 再既然這樣的話 你們第一個案子說 禮拜五早上就要來質詢 下我這樣子 你都還沒列入報告事項耶 你怎麼去可能處理啊 怎麼有你這個遊戲規則難道不懂啊 現在連列入報告事項都還沒啦 你禮拜五就要開始執行 一定要有列入報告事項以後 哪一天執行哪一天 田野委員會哪一天投票 這個要有程序性的問題 拜五還沒有報告事項 而且礦鐵那個是違法處理的事情 都有問題的 這個是 讀書讀書理論 那就是問題 因為拜五也沒有報告事項就要來執行 立法院昨晚來也不會答應你這個事情 這個坦白講 你們現在就是要開快車嘛 開快車就是那時候 禮拜一嘛 禮拜一來執行嘛 禮拜二來 來投票嘛 這個就是 就是你們這樣 畏濟民意嘛 你自己現在要說幾百張要 我現在當然講得很清楚嘛 這個你來 這個規議案都是有一個 讓社會去冷靜 讓你有來冷靜 讓社會來看這個事情 所以討論 這才是民主啦 什麼好呼籲當年是六 六月五號 二月六號提進來 2002月六號提進來 二月十九號 第七十三天才投票 你來 我只要講很多例子 都是 這個時間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院長請你喔 你直接聽一下 感謝感謝 非常感謝 我 我有在看你的眼睛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喔 我說這個喔 這些 副議案 副議案 不是像 副議員所講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個國會自主啊 這個 不尊重立法院啊 另外我要講的就是 黃河昌也跑掉了 所謂朝偉協商喔 我不會做人身攻擊 但是朝偉商 不同的意見 不是人身攻擊 我講說 你這個 沒有見我常說 超過黃河昌就答應你 這個 這個什麼是人身攻擊 這是不同意見啊 朝偉商 是可以大家講話 你在限制人身 言論自由 只能講說 喔 這個是這樣 那不能論述嗎 這個 黃河昌 根本 他現在跑掉 他不敢面對 我反而 每次要跟他直遊隊裡 差不多 一定百分之百會打掉 黃河昌請回來吧 黃河昌回來啦 別人選啦 拜託啦 叫做比較好的 這是言論自由 我講的是大道理啦 你一定會拍手啦 這是言論自由 這是朝偉在論證的時候 我要從 假說與說 我可以講這個 你也講那個 都沒關係 都是在爭辯 所謂凌辱最可貴就是 就是在爭辯 就黃河昌講 我們來辯論 昨天還講說 我們到電視邊論 我說你們委員會都不審查 怎麼都破壞了 那希望講說 早上來電視邊論 每天都說好笑 不可以這樣 那是在家裡 拍到小孩是大歲 好 沒有 稍微冷說 因為我要中 中央回答 因為這個銀軍 非常關鍵的 大家要對焦的時候 第一個 朝偉學長不同意見的展示 以前工房 這是民主政治ABC 沒有所謂的人身攻擊 假如我媽媽 婚姻說你是什麼 那直接這個人身攻擊 就不對 像婚姻說 我是扎好頭 要去養腦驗 那個才是人身攻擊 好不好 但是 百度不輕 你罵錯了 反而會反彈到你身上 他對他不好 社會只有公平論斷 好 要把這個先接定 第二個 所以洪梦凱講說 我們今天 沒有時間 我們都 到7月16號 對不對 請問大家 這個時間大家都訂出來 我怎麼不知道 當初又想到付議案的時間 其實 其實昨晚來 韓院長也 也考慮到這個付議案的時間 所以總共有14次的宴會 那假槓驗會 總之請 我們全部講滿 你們大家都講滿 只有10次 反而是 還保留4日空的時間 我們已經用掉一次 原住民 進化補償要一次 還有3次 其實不只3次 可能 4到5次 因為民進黨會把總統的時間 減半 就會增加時間 所以這個時間 絕對沒有問題 即便我們不減半 時間都已經多了問題 因為只是 一次 一次付議 一次投票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 其實這個都不影響 不要再 我們剛才說 有機會算 算了 這也影響到民生法案 完全不影響民生法案 好 完全沒有影響 因為它只是 兩次的時間而已 我們還空了 現在還空了 用掉一次還三次 我們民進黨在減半的時候 有5次的時間 民生法案一點也沒影響 而且大家都知道 這個遲早有服役 所以當初 院長做這樣 巧妙的安排 我那時候都覺得 這個都想過很多 很作為的想告 這一點我是必須 必須在這裡說 昨晚來我會想清楚 好 接下來我們談就是說 快的計劃 回來了 回來了 總統委員 快的計劃 不是什麼 因為貪污犯處罪 那時候沿陰票 在均衣宅 請看 那時候最嚴重的問題 是什麼 很多大學教授 大學教授 有的都是 真的掛很多計劃 有很多計劃 報廢的問題 報廢的問題 造成 所有的人 包括大學校長 有副校長 大家都人人自衛 全部用貪污之衛調議 處罪化 所以 我剛才講的 讓教授 叫我們 讓文子寫頭 所以重新來 我在2015 回去辛苦選舉的時候 出一本大學生單 那時候 柯恩哲幫我寫戲 就是貴黨黨主席幫我寫戲 他怎麼講 歷史終於煩我清白了 好 當初 當初是為了什麼 為了這些大學教授的問題 後來 就要反應 情情 這我統一解釋 才處罪化 因為黃世民一直要抓這些大學教授 大家都 大家都 有的 憂鬱症也要跳樓 全國所有的學術界 風聲鶴唳 就是為了解他這個東西 原音標 那時候要開 那邊 那邊 原音標 假如沒有關的話 別人不會管 不會處理這個 這個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所以 那時候我才第一次認清晨的時候 有一個叫洪國昌的名字 出來打我什麼時候 民事協商 怎麼樣 以後立法院不能民事協商 以後 以後要 要 要 來辯論 就是不要協商直接辯論 然後發展出這個理論 今天我們不是在這裡協商嗎 而且直播的 這是2016年的時候 民進黨黨黨改直播的 我相信你那時候已經進來立法院 所以黃昌昌立法院 每天都跟著 都跟著 都跟著 只要睡醒 都沒有說歌而已 這個全國人民看得很清楚 因為無想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在這裡我再告訴你 你去看 你 柯文哲幫我寫一句 歷史的東西放在前面 那時候還揚辦十一大堆 全國所有大學教授一堆 就是為了解套那個事情 所以 那時候呼籲的時候 各黨一個人發言 十分鐘去看 馬英九就是這樣 我們的目的是 那個 那時候王冰平院長 組織協商 我們黨團是最後一個簽名的 那臺年的林世佳 因為有曼池 掛了四億多的計畫 那怎麼這套 所以 柯文哲那時候被調去找去 只有十萬塊而已 他說那些東西他找不到就是貪污 找到就是文書 因為他把那些 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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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在 用在 研究上面的錢 來 用十萬塊去買 買電腦 那個 滑滴 那但是男生已經落伍了 還有幾張桌子 他跟我們講 叫他去找他去的時候 他跟我們 來辦公室跟我講說 他如果沒有錢 沒有錢 就變貪污 就變了偉大文書 是後來全部主題話 各位要清楚 2013年5月31號 那天將近12點的時候 關係法是這個通過 第一個打給誰 就是打給柯文哲 請問 你去問你黨主席 不要再來抹黑這一套的 好 那我們來講這個 時間的問題 大家明眼的人都看得清楚 看得知道嗎 你就去那些小的圖論 你們主席人跟我們做百張 你們這些維吻黨主席的意思 這是要社會去溝通 冷靜來看 讓我們給立法院冷靜的時間 所以你們的意思 我看得很清楚 想說 拜託就結局嘛 根本沒有做程序 先給他們 下禮拜 這個方案 那一天裡面把它結束掉 這個都不對的 我認為都不對 大家 反正 很數只有兩千 要讓大家多多討論 你剛才說 那是不是可以十幾個人 來參加討論 時間 讓人數多一點 我在這裡做個積極的建議 25號以前 出餘就可以了 我們來前二委員會 多開幾次都沒有關係 就給很多人去問 這個沒有違法 這是曹爾鄉同意就可以 大家要問都可以問 問一遍也沒關係 在跌壞25號以前 一定要投票 也附在這裡 我剛才講說民進黨 會佔領主義台來 會佔領主義台 會不會破壞 大家不要排隊 不會有事情 都給我們大家 來參加討論 這開玩笑嘛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民進黨不可能 去破壞這個東西 你剛才不是講說 大家曹爾鄉的結論 要簽 就不要排隊 不要賺你主義台 免得大家排隊等等 這個是 這個是 在誤昧自己 既然參加討論 哪一天要表決就是表決 我們 我們是認為 所以 副議案有可能 我們會成功 當然我們盡量說服 沒有成功我們就釋憲嘛 所以不存在 所謂 洪文凱的講 我們說 民進黨 不要 不要說 這些 甚至剛才講說 要先曹爾鄉簽名 不佔領主義台 這個你們自己去簽就好了 佔主義台 這次到現在 就是你們佔 你們佔的時間 你都忘記了 你排隊就是你們排隊的 這個很清楚 所以我繼續談話 司馬昭之心 不是日本皆知 全國皆知 你們在這裡發言 全部是螃蟹一氣 全部串通好的來 院長你也不要去 不要牽著皮子走 你要畫歷史高的一個中 中立角色 我們黨團繼續主張 我是覺得你們這個都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你們要趕快把它處理掉 所以一個執行人 上午下午再來總執行 總執行沒有影響到 絕對不會影響到總執行 你放心 你們的意見就趕快蓋牌嘛 讓外面不要討餓嘛 正邏輯就是什麼 就是棄兵腳而逃 未戰先敗 你們不肯面對民意嘛 黃昭昭你不是說 他電視器辯論 你們人在這裡 發言就不敢 對不對 正從說法就是棄兵腳而逃 未戰先敗的說法 然後自己在卑躬捨隱 我的講話就是如此 那自己也建議 你知道25號以前 你現在要排 禮拜五的宴會 幫我示範 執行還是要朝來上同意 因為你前面哪一個都沒有同意 這個我們 這個我們都可以來談 但是沒有所謂的快速打包起來 談就開 我有事情 我就覺得大家都說要好好談 你剛才說六個二次的都可以 前院委員會都排幾次 最晚到24號以前要投票 24號要投票 即便不要的話 也要這個時間再來談 不可能是25號當天 不能超過24號也可以 當年就是這樣 才有呼籲 你就會在前一天 第13天完成 其實25號也可以 我們不必弄這麼緊 大家告訴我 去說服你的選民 你講你的理念 你講說為什麼這個沒有違憲 沒有關係 你最近說 胡文維很會說 胡文維說這絕對沒有違憲 我也不是大好關 違憲與否 就請大好關去事先 所以 黃河昌 你是法學學法的人 你不要把選法丟到旁邊去 你要講 大家好好來講 你如果要講 人家去電視辯論 不用喔 在這裡好好再講 你講兩次也沒關係 對不對 你 你適合投票嗎 你沒辦法 不要再一天 你前面有人開三次三五次 我就 李總統贊成 好好的讓老百姓知道 各黨的理念是什麼 你們很有把握去說服 你們有青鳥 你們有藍鳥 你們有什麼藍鳥 我們自己來說服就好了 我們自己跟你論戰 讓所有全國老百姓都會看到 這是一個民主交易非常重要的一刻 讓大家去看民意在什麼地方 這樣是對 大家正式面對嘛 你很有把握沒有違憲 沒有關係你們去講 我說違憲 院長說違憲 我們也可以上去講啊 大家以後就弄大好觀 這個時間 這個歷史的課題交給大好觀 但是請勇敢講出來 你們沒有違憲理由 好好去多講幾次 講 讓所有裡面的支持者能夠幸福 甚至影響到我們的支持者去支持你 也沒有關係 民意決定一切 最後投票 大家對理事負責 謝謝柯建民總長 您的意思是說 那個全院委員會多開一點時間 那我現在容納三黨 我了解 我現在嘗試性做一個結論 那大家如果覺得不妥 可以修正 決定事項只有兩點 第一點 各黨團 同意在6月19號 星期三 以及 柯建民總長講的 我們再加一天 20號 星期四 召開全院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所提 所提對立法院職權行事法部分條文 以及中華民國憲法 增定第五章之一 章名及第141條之一條文之 覆議案審查時 邀請行政院院長列席說明 各日分別 由國民黨團推派十一位 民進黨團推派十一位 台灣民眾黨團推派兩位 對 加開一天 每位委員尋答時間為十分鐘 尋答的順序一例 授權議事處辦理 名單 我們就於6月18號星期二上午 中午十二點以前 交議事處會整 預期視同放棄 這是第一個重點結論 大家看一看要不要修正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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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覆議案於6月21號星期五上午 報告事項完畢 處理完畢 進行 記名投票表決 兩岸分別為兩張票 同時投票 並由各黨團推派一人 擔任投開票監察員 其餘相關投票事務工作 一例授權議事處辦理 當日會議不進行施政方針報告諮詢 這兩點我們就把時間 綜合大家了我們做的一些 融合大家的意見 融會貫通了 就是兩點 第一個 重複表很簡單 6月19號 6月20號 我們召開全員聯議會 第二 6月21號投票 請問各位黨團的 好 那就兩天 變了兩天 就要你也多一天 好 那我們現在就 如果現在民進黨黨團同意 那我就簽字 各位黨團看一看 好 所有學長都是院長先簽嘛 沒有 所有學長都是院長先簽嘛 我現在把這個意見唸出來 從來就是院長先簽 那現在我簽完 民進黨已經也簽了 先看各位 如果有意見的話沒有關係 但是我想這個是一個 綜合大家各黨團看法 請國民黨團跟民眾黨團 請看 仔細看一下 先 Sheikh 今天我約兩天啊 別件事太遠或是 需要事件各黨自己去處理嘛 妳們也可以事件啊 事不違憲 市民簽 前下午超光真心是你表妹主持 這道客人請教 那個 郭昌 你們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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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天的時間會 那尋答是 請 那個 這個結論沒有問題 我們同意 那我只有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我們在開全院委員會的時候 其他的委員會是繼續進行 還是會停開 這個先講清楚比較好 因為這個狀況 在以前 一般全院委員審查委員是不開的 但是我知道現在這兩屆裡面 是有委員會也在開 至少有這個例在 以前是沒有 以前是比較嚴謹 但我知道這兩屆是 不是高官員 照議事規則是 你知道 周 秘書長的書是停開的 他們說今天 有的不守規矩 有的 但是我們民進黨 從來不會破壞規矩的 有 有 有 我們都停開了 我們不會去排 沒有 因為我剛剛問了 那秘書長也說明了 那個院長才是尊重招委 那就尊重招委 好的好的 那再一次謝謝各位黨團 好 謝謝 今天這個我們終於打到 超越協調 謝謝大家 很感謝大家能夠 謝謝啊 好好 有一個非常好的結論 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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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